大家好 这一小节我们来看程序接口的设计 上一小节我们是讲的应用协议的设计 是讲系统到系统之间 这一节呢是程序接口的设计 它是考虑程序内部模块到模块的接口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get和post方法的现有处理 这个我们已经看过很多次 位于mkhttp.c下面有一个http.init这个函数 位于这个函数的后面最后部分 这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get方法一个是post方法 上一小节我们讲过这个地方稍稍进行了改写 把get方法和post方法分离开来 那么get方法呢 它是返回一个静态页面 直接去读这个静态页面文件 调用的系统 send file这个系统调用 那么post方法呢是没有实现的 直接报错 我们改写的时候 就要在这个post的处理方法里边进行改写 那么现在看一下 这个地方它直接反错了 反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错误 返回错误的这个处理函数 大家看到后面有一个根据错误码来进行处理的一段代码 这个地方有一个request set default page这个函数 我们看一下这个函数的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是title 第二个参数呢是message 第三个参数是signature 好 偏直觉 这一段代码就是根据我们返回的不同响应码 在页面上显示不同的错误信息 我们来看一下调用的时候 我们是传回的一个方法不被支持的这样一个错误 可以看到在这儿有方法不被支持 我们上一届在演示里边看到了这样一个错误页面 像页面返回一个报错信息 实际上就是返回一串自己组织的字符串 这个对我们来说的话是比较有用的 因为我们改写的部分需要从客户端接收 请求信息 经过处理以后 也就是经过加签或者说验签的处理以后 返回给客户端一个消息 要么就返回签名后的消息 要么就返回验签结果 所以凭直觉这一段代码对我们来说可能有用 我们进去看一下 就是返回一个错误页面 这个页面大家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个函数 StreamBuild的函数 就是拼一个响应的字符串出来 我们看一下它的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款中区 第二个参数是长度 第三个参数是现有的一个字符串 后面的参数就是把这个字符串里面 设置的一些参数给替换掉 大家可以看到百分号S 那么这个函数就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 但是还需要经过改写 我们可以把这个字符串 我们可以把这个字符串给替换掉 替换成我们的响应信息 替换成响应信息 也就是上一节课我们看到的报纹 我们可以把这个字符串替换成我们响应报纹的字符串 然后把里面需要根据结果产生的字符串拼进去就可以了 但这个函数还需要改写 它上面调用的这一层 这个地方也需要改写 加上我们自己的处理 所以现在初步来判断的话 这个函数是基本上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 只要经过稍作改动 那么这个我们今后会把这个函数改一个名 然后接口保持不变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暗数的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一个状态 这个状态值 这个状态值实际上就是http的响应码 这个响应码我们到时候就返回200 OK 不返错 那么第二个参数是一个client session 我们看一下这个里边有没有包含我们所需要的数据 client session这个结构体 经过前面的讲解 我们可以知道它里面包含一个session request的结构体 这个结构体就是经过http协议解开以后 把头 把协议头 协议体分别放到不同的字段里边 这个data就是报文体 所以从接口的变量上来看 也可以符合我们的要求 那么针对接口来说 我们就把这个函数改一个名 变成我们自己的接口 然后在函数里边进行改写 我这个地方定义了两个接口函数 一个是签名 一个是眼签 我用ex打头表示我们自己的扩展应用 exsign表示签名 exverify表示眼签 其实后面这个参数呢 和错误处理的这个参数是一样的 好 这个就是模块内部的函数接口的定义 明是一样的 不及了 那你还是一样的 成功的部位 就算了 在这边 优优独播说 这就是